第三類是新會增加做 以前未做過的 我們叫它做一個普及的社區檢測 簡單來說任何市民想做就可以做 我們不會再要分離是屬於什麼群組 是高危還是不是高危 既然是一個普及Universal 即是說只要我們有檢測能力 願意做的自願性 願意做的市民 我們都會安排給他們做 這個規模就相當龐大 可能是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 都希望能夠有這個病毒的檢測 為了令到我們更加好掌握社區的感染情況 盡早去識別這些隱性的患者 也都等到市民自己安心 我們是很願意去啟動這個普及的社區檢測 因為現在我們有了中央的力量 我們現在估計兩個星期後 就可以展開普及的病毒檢測 在安排普及的社區檢測方面 我們會採取以下五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我們需要在相對短的時間裏面 為社區裏面的居民提供這個免費的檢測服務 如果可以兩個星期做 我們不會拖到兩個月做好 因為要越早知道越好 好 好